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5月12日 2023年亚洲举重锦标赛 正在韩国火热的经营当中 而今天给他伙介绍的是 男子89公斤级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李大英 李大英从获得举重世界杯 男子81公斤级冠军的 本场比赛 李大英的表现惊艳的穷残 由于是 这个男子81公斤级 已经变成费奥运级别了 所以如果李大英 想要为中国队出征奥运会 就必须选择升级到89公斤级当中 这种升级别 对于运动员的考验 也是非常大道 不过李大英的表现 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本场比赛 李大英的最大军对手 只有他自己 比赛先进入抓举阶段 结果在抓举中 李大英就展现出碾压的态势 当所有选手都完成抓举四局后 最好成绩才只有166公斤 而李大英的开把重量 直接要了171公斤 而这个重量也是 其他选手想都不敢想的重量 只见李大英非常轻松 就将这171公斤的重量 举过了头顶 逆转战队第一等位置 接下来就变成 李大英的个人表演实践 在抓举第二把 李大英将重量 直接加到了176公斤 结果这个176公斤 对于李大英来说 根本就不在话下 依旧还是非常轻松 就被他成功举起 在抓举最后一把 李大英直接要了180公斤的重量 向该级别的世界纪录 发起了挑战 只见李大英爆发 风力将这180公斤的重量 直接举过了头顶 李大英成功打破了 该项目的抓举世界纪录 最终李大英180公斤 无旋律多得 这枚抓举金牌 比赛进入精彩的停举阶段 李大英的停举 开把重量为205公斤 只见李大英 很快将杠铃扛到了肩上 只见李大英 风力将杠铃举过了头顶 占据第一的位置 结果第二把 李大英直接将重量 加到了216公斤 这可是11公斤的跨约 结果第一次在试举 这216公斤的时候 因为上方太着急 失败了 不过好在经过短暂调整后 李大英在停举最后一把 再次爆发了 只见李大英 很快将杠铃扛到了肩上 只见李大英 风力将这216公斤的重量 举过了头顶 李大英以216公斤 获得一枚停举银牌 最终李大英 以准成绩396公斤 无旋律夺得准成绩的金牌 并且也成功打破了 该项目的准成绩 世界纪录 虽然停举有所遗憾 但是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全场一共6次试举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李宇设计 由我大小的相伴 我们下期见会